謝謝張牧師 謝謝張牧師 你們弟兄姐妹 有些時候走在台下 沒有注意 沒有特別注意 上了台 每個人都變明星臉了 感謝神 給他們掌聲鼓勵一下 感謝神 記不記得我們昨天看到 這一段經文當中有三個感慨 我所願意的我不做 我所不願意的我倒去做 我所願意的我不做 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 我願意為善的時候 有一個惡與我同在 三個感嘆以後呢 他有一個最深的感嘆 就是二十四節 我真是苦啊 你看這三個感嘆 我真是苦啊 這段經文後面還有一個 靠著我們主耶穌基督 我就可以脫離了 那怎麼可以脫離法呢 所以我以前讀 羅馬書第七章的時候 就不明白 已經脫離了 為什麼還多了一個 我內心順服神的律 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 那以後我就是思想 原來這段經文 他在講肉體 肉體 那這幾個肉體 幾個晚上我在思想 原來 你把這句話記下來 如果昨天你沒來的話 原來 救人已經過去了 因為我們已經在基督里 是新造的人 我們這人是新造的人 但新造的人還活在 這個肉體裡面 所以他會說 我內心願意順服神的律 但是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 所有的宗教 他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 所有的宗教 都想脫離肉體的痛苦 脫離苦海 脫離罪惡 然而我們要問 脫離罪惡痛苦的力量 又是從哪裡來的 因為這個罪惡這個痛苦 是從自己的肉體裡面來的 而產生 要做好的這個力量 產生自己又想做 做好又做不出來的 那豈不是很大的掙扎嗎 也就是說 這個肉體的罪 痛苦是從裡面來的 但是你想要克服裡面 那個罪的力量 又是從你裡面來的 那這就是他的掙扎 那這就是他的痛苦 這就是他的哀嘆 然而靠著我們主耶穌基督 就能脫離了 那就能脫離了 為什麼接下來還多了那一句話 我以內心順服神的律 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的呢 那這個重點就帶出 也就是說從羅馬書的第七章 一個征戰 努力面前向著標杆 你一定會有征戰 到了第八章以後 努力面前向著標杆 你可以在那個標杆 努力過程當中 你可以得胜 那這就是第八章 要開始來講的 主要的四節 我們來低头祷告 主我們讀你的話 求你讀我們的心 主啊我們閉目祷告 求你開我們的心眼 主啊用你的聖善的靈 來引導我們 引導我們進入你的真理 因為真理叫人得自由 讓我們知道在基督裡面 就不定罪 而那個不定罪 帶來的是勝過罪 求主你恩待以下的時間 奉耶穌基督的名祷告 Amen 一起來讀三節的經文 如果可以 今天早上把這三節的經文 把它背下來 預備 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里 就不定罪了 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 在基督耶穌里釋放了我 使我順 死的律了 律法既因肉體軟弱 有所不能行的 我 謝謝 慢慢同工告訴我 這一節是講到幾點去了 有沒有那個行程表 這一節是到幾點 我剛剛忘了看 八點多少 十點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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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回過頭來 如今那些在耶穌基督里 就不定罪了 各位你一定要把這一節經文背下來 因為不定罪帶給我們勝過罪 只有越定罪會越犯罪 我們許多父母都犯了這個錯誤 我們以為孩子你越念他越定罪 好他 好叫他能夠謹慎 為了怕他走錯路 以至於你去用定罪的方式 殊不知定罪 不是從耶穌基督來的 我們這個人本來就應該被定罪 各位你看一下 他的情況 這個分析我就不說了 這人定罪是應該的 我們人本來就應該被定罪 光來到世間 世間的人不接受光 定他的罪的原因就在這裡 所以當耶穌基督還沒有來 以前我們這個人本來就是被定罪的 晚上會提到 我們這個人有原罪 亞當下來的 有本罪 私欲就懷了胎 就生出 什麼 罪來 罪即掌聲 就生出 什麼 死來 所以我們這個人有原罪 亞當來的 我們這個人有本罪 自己產生出來的 當上帝審判人的時候 不是按照我們的原罪 是按照我們的本罪 按你所行的 受 所行的 或善或惡 受罰 所以我們這個人被定罪 不是按亞當下來的原罪 是按我們本身所行的本罪 附帶說一下 我個人相信 嬰兒要是夭折 他是上殿堂的 因為他沒有本罪 雖然他有亞當下來的 原罪 所以嬰兒生下來 沒犯什麼 他就死了 所以人有原罪 人有本罪 人還有一個 不信耶穌基督的罪 上帝猜 他的兒子 耶穌基督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那是要 叫世人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怎麼樣 罪已經定了 你不信他 罪已經定了 因為你有原罪 你有本罪 然後 你再不信他 你又有不信耶穌的罪 就好像你這個人 已經病入膏肓了 你已經癌症末期了 現在醫生要來給你一鐵藥 你還不接受 那定你的罪就在此 所以光來到世間 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 不愛光 倒愛黑暗 定他們的罪就在這裡 從人墮落犯罪以後 把光當成暗的 把田當成苦的 把好當成壞的 把神當成阻擋的 把魔鬼當成親愛的 這是人世間的混亂 定他們的罪就在此 所以這段經文提到 定罪這個詞 在耶穌基督裡面 就不定罪了 我們再來讀一遍 在耶穌基督裡面 就不定罪了 如今 預備 來 如今 好 好 這邊就好 這一節把它背下來 今天這四節把它背下來 這很寶貴 如果不是耶穌基督的救恩 我們的教育 我們人本的方法 都是藉著定罪 來使你更好 耶穌基督真的是從天而來的 我的父親呢 數理化非常好 特別數學很好 他高中的時候踢足球 那個年代踢足球踢得把腿都給踢傷了 所以他有一整年的時間 他沒有辦法上學 他自己在家裡自學 他自學的那一年 高中學校的危機分 他是考全校第一名 還沒上學 所以他的數理化是特別特別的好 偏偏小弟在教我 像我媽媽 那個意思就是 我數理化就是不行 我就從小不知道為什麼老師要出那個題目叫 雞兔同龍 在龍子裡面算他幾隻腳 我就算不出來 然後更覺得是我小學有一個老師 他的教學方法竟然是 每一排 好像你們每一組 然後派一個人 然後上去做一道數學題目 如果你答對了呢 你們那一組呢 就有一個蘋果 那不是真的蘋果 就在黑板上幫你們那一組畫一個蘋果 那輪到我的時候 那又要代表那一組 那又要上去 那數學已經很不好了 那又要答題 等到他數學題目出完以後 我頭腦一片空白 緊張的半死 那又要代表那一組 所以那一組沒有蘋果 然後也打不出來 我還記得 我這麼小的小孩子 我還記得 我們數學老師 為了希望我能夠上進努力 就在眾人全班的面前 在我的屁股後面踢了一腳 你還笑 沒良心啊 我很自卑 我很難過 所以我從此以後數學就沒有好過 定罪不會讓人更好 然後我數學沒考好 那個年代 那個成績單還要寄到家裡 我不曉得大陸是不是這樣子 成績單寄到家裡 我知道糟糕了 這個數學成績帶回去 寄到家裡 我父親不是踢我一腳而已 那就挨揍了 因為他數學很好 所以當成績單寄到家裡 你也笑 我們是同學是不是 當成績單寄到家裡以後 你知道我做什麼事嗎 我那天逃學 我攔截郵差 讓郵差寄到我們家以前 我第一個收到 收到以後 我看到我自己的成績單以後 那個成績單還要要求 給父母親簽名 然後拿回去給學校 有人點頭 是不是 我們同時代的人 是吧 定罪只會讓人更犯罪 而且一直一直的犯 我逃學已經不對了 攔截郵差也不對了 郵差拿回來 學爸爸媽媽的簽名 然後拿回去 等到被爸爸發現以後 那更慘 定罪只會讓人更犯罪 而且更慘的是 數學不會因為這樣更好起來 等到我自己做父親了 我知道這一招不行 偏偏我女兒的數學跟我也很像 我說女兒 你數學無論如何都沒關係 只要不怕 只要不害怕 只要你不害怕數學就好了 有人說我管他三七二十一 我就三乘八等於二十九 三七二十一管他的 但是至少我女兒我看見 他不害怕 你千萬你絕對不會希望你的孩子很優秀 但是很怕你吧 你會嗎 當然我也希望你的孩子很優秀 然後跟你關係很好 深深的讓我體會 如今那些在耶穌基督里就不定罪了 我覺得這是我生命當中很寶貴的信息 因為定罪只會讓人更多的犯罪 去掩飾你的錯誤 但是不定罪會讓你有能力來勝過罪惡 而定罪這個字 定罪這個字 你看整個聖經裡面讓我們看見 罗馬書第八章一開始不定罪 罗馬書的最後這個偉大的颂詞詩歌 他說誰能定我們的罪呢 有沒有看見 誰能定我們的罪 這個聖經當中非常有盼望的一節經文 那我們今天早上來思想一下 定罪這個詞 定罪這個意思 定罪不是說某某人我定你的罪 定罪這個意思的 它的意思是 在等候那個判決 也就是說你已經有罪了 現在來判你要關幾年 現在來看你的刑罰是多少年 這個叫判決 所以如今在耶穌基督裡就不定罪的意思就是說 你已經有罪了 但是你的判決免了 各位你可以體會嗎 我們是有罪的人了 我們有原罪 亞當來的 我們有本罪自己犯的罪 哪一個人可以敢承認說 你頭腦裡面的思想 我可以拿出來在微信讓人家曬的 要我我不敢 但是他說在基督裡就不定罪了 在基督裡那個判決沒了 也就是他就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 他把我們遷到愛子的國度裡 我們在愛子的國度裡得蒙救贖 罪過得已 什麼赦免 你的判決沒有了 你不管今天要判幾年 他說你可以無罪開示 你可以回去了 這個不是因為你多好 這不是因為你超級聖徒 這不是因為你將功贖罪 這是因為有人擔當了你的罪 義的代替不義的 上帝將我們眾人的罪 都歸在耶穌基督的身上 所以那個判決是由他來承擔的 這個叫判決 二十幾年前我剛剛來這個國家的時候 那個時候也沒有導航 都是看地圖的 所以到哪裡 一不閃失錯了一個交流道 那你就跑好遠 那是非常緊張 開車很緊張 那還好我們在東岸 你們在LOA開車 每個跟飆車一樣的 我真是佩服你們 我就記得那個時候 然後晚上出去探訪 到了秋天以後 哇四五點天就黑了 要更恐怖 所以我在台灣那個時候 車禍的救傷就復發了 車禍的救傷復發 就是我這個頸椎的第四跟第五就錯位 因為太緊張了 開車太緊張了 所以緊張對我們身體實在不好 那我怎麼知道呢 因為當我去看牙醫的時候呢 我頭一彎看牙醫 哎呀痛得不得了 非常非常痛 聽得到嗎 有沒電 我講太大聲了 沒事沒事 哎 有了 看牙醫呢 痛得不得了 後來我去看我的Family Doctor 我去看我的家庭醫生 那家庭醫生說 你要去造核磁共振 英文叫MRI 你要去造核磁共振 那我剛剛從台灣來嘛 台灣有全面健保嘛 所以當醫生叫你去看核磁共振 你就去看嘛 那我就去看核磁共振 核磁共振一照 就說你這個頸椎啊 哪裡已經脫位了 所以你的手會麻 拿掃把沒力量 然後你這個會疼痛 我就原來知道 那你現在做理療 要把這個頸部給拉起來 會有幫助的 那一段時間以後呢 一段時間以後 我就收到醫院的帳單了 哇 醫院的帳單 照那個MRI 對我當時而言是天價 原來呢 我不知道 我剛來美國我不知道 原來在美國 那個時候我的保險 當我看我的家庭醫生 我必須拿到一個叫做referral 一個轉診單 才能夠去看MRI 我沒有做這個動作 所以我直接就去看MRI了 我不曉得你們這邊的insurance是如何 我直接就去看MRI 所以MRI是以我是一個沒有保險的這種 我直接進去 所以你會發現 你在美國看醫生 你沒有保險沒有轉診單 那個天價我收到來的那個 價 那個invoice 那個帳單 我一看 我一看 那比我這個頸椎痛了不到幾百倍 我寧可讓它痛 我不要去看MRI 我說我還都還不完 我怎麼搞啊 我那時候很憂慮啊 我這個痛我已經忘記了 現在是每次帳單來 我這裡痛了 結果呢 我剛來美國也不會英文 也沒有AI的那個 什麼translate Chat GPT是不是 也沒有人幫我翻譯 我就找我們教會的一個 從高中就來美國讀書的 我說我這個情況是這樣子 我寫中文的 我就寫中文的 我就告訴他說 我是什麼樣的情況 我是如何如何 然後請他翻譯給英文 然後我就拿到醫院的福利部 他們一看中文的 再看英文的 接下來我收到的帳單 你知道的是什麼 零耶 零耶 判決消除了 我那一刻心裡面很感恩 他也沒有去查 這不是真實的 但是我就是用一個很真誠的心 弟兄姐妹 我體會一件什麼事嗎 我體會 你在基督裡的話 什麼叫判決是零 那個定罪是零 而這個讓我更加的 來感謝這個醫院 更加的感謝這個國家 判決是零 如今在耶穌基督裡面的 就不定罪了 還有一個原因 你看這段經文 後面的不說 如今 他說你現在的狀況 在耶穌基督裡面的 就不定罪了 為什麼 第二節 因為 這裡有個因為 因為 賜生命聖靈的律 在基督裡釋放了我 使我脫離 罪 和 死的律 這裡提到律 第七章也提到律 律 把罪變成 把罪變成 泥人化 罪變成一個詮釋 也就是說 罪是一個詮釋 你勝不過的 但是現在有一個更高的律 什麼叫更高的律 這是一張很 很薄的紙 很薄的紙 你丟在上面 你一定會掉下來的 對不對 這是一個律嘛 這麼薄這麼輕 一定會掉下來的 但是為什麼 我昨天坐那麼重 那麼沉重的飛機 它掉不下來 還有另外一個律 他告訴我們說 罪的律 罪的律你逃不過這個律 罪的工架一定是死的 世人你沒辦法逃避這個律的 但是他告訴你 有另外一個律 賜生命聖靈的律 在耶穌基督裡面釋放了我 聖靈是賜生命的律的 耶穌基督對尼哥迪姆先生說 你是猶太人的官 你是法利塞人的先生 你是宗教師 你是偉大的律法師 但是我告訴你 若不是聖靈生的 你不能夠進神的國 因為你活在這世界上的律 你罪一定是帶給你死的 你跟我談宗教 你跟我談教育 你跟我談道德 我不跟你談這些 我跟你談生命 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 在基督裡釋放了我們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活在這世界上 我們需要有個更高的律 更高的律 聖靈讓我們 若不是聖靈的感動 沒有人能夠口稱 耶穌基督是主 若不是聖靈 沒有人能夠進神的國 昨天王傳道 帶我從機場開車過來 LA很堵 但是我們走一條 什麼Land 卡布的Land 我們就比它稍微高一點 我們就比它快一點 我們有另外一個律 我們開車開到一半的時候 大家都是滿守規則的 你紅燈得停 stop side得停 但是有一部車不需要停的 什麼車 救護車 消防車 需要有個更高的律了 賜生命聖靈的律 在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們 我們需要這個律 因為罪的律就是死 但是謝謝主 若不是聖靈 沒有人能夠進神的國 若不是聖靈 所以聖靈使我們 認耶穌基督是主 若不是聖靈 沒有人可以感動說 主啊 我是一個罪人 我自己很感謝神 這個學好數理化 走到哪兒都不怕 我們教會都是學好數理化的 那個小孩子問他說 你爸爸是什麼 你爸 他說我爸爸是博士 我媽媽是碩士 再問另外一個孩子 他說沒有 我爸沒有 我爸就是男士 我媽媽就是女士 我們教會啊 真的都是學爸 那我這個學好 我這個數理化 人家是學好數理化 走到哪兒都不怕 我是一碰到數理化 我就害怕 清理那假如色法 媲美蓋斯貝雷 我就不曉得對我 人生有什麼意義 但是很奇妙 上帝很奇妙 我從小就想當老師 小學想當小學老師 初中想當初中老師 高中想當高中老師 但是我高中是 考師範學院 我差一分沒有上師範學院 因為那一年我的數學 只有考一分 但是在基督耶穌裡 就不定罪了 是生命聖靈的律 在基督裡釋放了我們 你在基督裡 上帝不會埋沒你 我以後去讀神學 之後我沒有想到 到美國去 墓會 都是學霸 我說小弟在下 我也是學霸一枚 只是我不學也霸 雖然都是學霸 每個數理化都這麼好 但是我竟然做他們的牧師 在我們的教會裡面 你說是不是很奇妙 如今在耶穌基督裡面 就不定罪了 定罪只會讓我們更軟弱 更不知道往前行 但是你領受有不定罪的恩典 上帝反而讓你更多的提升 行淫被抓了婦人 眾人要拿石頭打他 耶穌在地上畫 指頭上畫字 耶穌說如果你們誰沒罪的 可以第一個拿石頭打他 聖經怎麼說 從老到少的 一個一個離開了 為什麼從老到少 你活到越老你的罪越多 那耶穌講了一句非常寶貴的話 他說 婦人 沒有人定你的罪嗎 我也不定你的罪 從此不要再犯罪 有沒有 領受一個不定罪的恩典 你就有能力勝過罪 賜生命聖靈的律 在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們 使我勝過罪脫離 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這個見證是我在台灣認識一個教授 台灣大學的一個教授 很可惜這個教授已經過世了 他以前生活得很窮苦 家庭背景不是很好 但自學很賣力讀書 擺地攤 後來他信耶穌以後 他成為台灣大學 非常受學生歡迎的一個教授 叫翁錦鳴教授的 這個人已經安息主懷 但是我聽他的信息很感動 因為他教學就好像賣地攤一樣 同學很親切 他有一次講一個見證 我記得很清楚 他說有些時候在學校被同學欺負 霸凌 等他快回家的時候看到他大哥在那裡 他就轉過頭來對欺負他的同學說 那你們要怎麼樣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 在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 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而這個因為是一層加一層的 各位這段經文我鼓勵你把它背下來 放在你的腦海裡面 一時半圍你可能不能夠經歷 但是放在你的腦海裡面 昼夜思想 你就會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 第一個 如今在基督耶穌裡就怎麼樣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 在基督耶穌裡是 使我脫離 然後第三個還有一個原因 中文看不出來 英文說for 所以一個原因帶上一個原因 第三個原因是什麼 律法既因肉體軟弱 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 成為罪深的形狀 做了贖罪祭 在肉體中定了罪案 第三節比較長 比較不容易記 但是我解釋完可能可以幫助你如何記憶 律法是好的 律法是顯明神的聖節公益跟良善的 但是律法有一個不能行的 不是律法不能行 律法不能行是因為什麼軟弱 是因為我們這個人的肉體軟弱 我的靈魂雖然得救 我們的生活需要靠聖靈得勝 這個肉體最後才得贖的 所以我們這個肉體有我們肉體的邪情私欲 所以律法是良善 律法是美好 律法是幫助我們的 但是因為我們還活在這個肉體裡面 所以律法既因肉體軟弱 所以行不出來律法要我們行的 舉一個例子 有一個先生 他不小心掉到井裡面去了 那井很深了 請問他自己爬得起來嗎 他爬得起來嗎 他用任何方法他都爬不起來 現在有位律法先生來了 他說你在這兒啊 我救你上來 我丟一條繩子把你拉上來吧 所以律法先生要把這個 掉到井裡面的人拉上來 但是怎麼拉都拉不上來 為什麼 為什麼 肉體怎麼跟軟弱法 因為他連要抓這個繩子的那雙手 都已經折斷了 律法是好的 但是人肉體的軟弱 連要行 所以沒有一個人能夠靠律法行義 但是好消息是 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 律法因為人肉裡的軟弱 有所不能夠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 成為最深的形狀 不是成為最深的人 英文說likeness 像我們人的樣式 是神性取了人的身體 取了最深的形狀 所以律法是好的 要來告訴我們 我們人犯罪了 但是人犯罪 掉到井裡面 連要抓 抓住 墜下來的那個繩子的手 都折斷了 但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 下到井裡面 代替我們 成為最深的形狀 做了贖罪祭 替我們在罪中 在肉體中定了罪案 我們所有的判決 算在他的身上 而這個字叫我們做一件事 第四件事情 是律法的義 這句話 成就 在我們這不隨從肉體 只隨從聖靈的身上 所以換句話說 這裡有幾個部分 神的義還是要成就在我們身上的 而神的義要成就在我們身上 不是藉著我們的肉體 而是藉著耶穌基督拯救我們 而耶穌基督拯救我們 我們就有聖靈住在我們裡面 當聖靈住在我們裡面的時候 我們可以依靠聖靈 能夠活出神要我們的義 所以這一段經文 讓我們看見 基督徒的征戰有軟弱 我真是苦啊 但是基督徒的征戰可以得勝 要記住在基督的耶穌裡面 就不定罪了 就不再定罪了 而不帶定罪的這個信息 是使你可以靠著他不繼續犯罪 各位 定罪這件事情 英文有一句話 Double Jeopardy 我不曉得你們聽得懂這個意思嗎 Double Jeopardy 一罪不能夠兩罰 什麼叫一罪不能夠兩罰 定罪如果不是在耶穌基督的身上 定罪就在我們的身上 刑罰如果不是在耶穌基督的身上 刑罰就在我們的身上 她的鞭傷使我們得 醫治 她的刑罰使我們得 所以她替我們鞭傷 她替我們刑罰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深深的體會這一點 我們在生意的失敗 我們在人生的失敗 我們往往會刑罰自己 或是刑罰我們身邊的人 我們往往會鞭傷自己 會鞭傷我們身邊的人 因為我們不明白 那個定罪已經在耶穌身上了 那個刑罰已經在耶穌身上了 各位可以體會這個信息嗎 這個信息會對你一生有極大的影響 浪子犯罪回來 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浪子回頭 陸家福音十八章浪子回頭 那個父親引頸期盼地 用白米的賽跑去迎接浪子回來 父親說什麼 跪下 為什麼離家 那個父親說 把上等的袍子 戒子 鞋子給他穿上 不定罪 不定罪才可以使我們能夠勝過罪 不定罪使我們勝過罪 不定罪使我們不再繼續犯罪 我跟妳講一個見證好不好 我父親其實是對我蠻嚴厲的 其實他對我好 他是愛我 我是很敬重我父親 但我父親在世的時候 我總覺得跟我爸爸有一段距離 因為他很嚴格 他數學很好要求 用他的標準來要求我 我知道他是愛我 但是我就是沒有達到他數學的標準 雖然我沒有達到他數學的標準 但是神讓我達到他要我的標準 於是讓我可以牧養許多數理化 非常好的這些博士 那2003年我來到美國的時候 我兩個孩子還很小 那是二十幾年前 我看孩子們上學的時候很有意思 孩子們上學上school bus的時候 要上去school bus的時候 我看其他美國的孩子 一定會轉過頭來跟他們爸爸 媽媽說一句什麼 I love you 對不對 我那時候很羨慕 我說這些小孩美國教育很好 他們每天上學 要上校車的時候 要嘛跑過來跟爸爸親一下 然後跟他說一聲I love you 我那時候很羨慕 因為我一輩子都沒有跟我爸爸說過I love you 後來我就學著 我說我得把這招學下來 所以我就打電話給我爸爸 那個時候還是用打電話 還是算秒數的 沒有微信的沒有什麼line的 我就打電話給我爸爸 講講講講講 我就跟我爸說說 爸爸我來到美國 我來到美國學了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掛完電話了 要說再見以前要講一個 I love you 那我現在跟你說一個 I love you 隔了好久三十秒 我爸沒有任何聲音 突然冒出聲音就是 你那邊天氣怎麼樣 他現在不曉得 怎麼招架你知道嗎 他現在不曉得招架這個孩子 怎麼突然跟他說I love you 我就說這個是美國的習慣 很好的習慣 我們得學下來 每次掛完電話你就要說一聲 I love you 爸爸你這樣跟我重複 我現在跟你說I love you 你要說I love you too 好不好 好 我們要掛完電話了 下次再給你打電話 I love you 沒聲音 我說不行沒聲音 你要I love you too 他就是I love you too 那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他已經習慣了 後來他就很習慣了 非常習慣了 每次打完電話就說I love you too 然後他跟我哥哥姐姐打電話 跟其他的那個親戚 周禮打電話說 我美國的小兒子教我 這個掛完電話以後呢 就要說一個I love you too 他就說I love you too 我以前是很害怕我爸爸的 在台灣長大雖然沒有文革 在台灣那個 他們的背景是受日本統治的 受日本教育統治 大男人主義是很嚴厲的 所以父親很嚴厲 我們知道他對我好 但是我們跟他有距離 但是沒有想到到晚年的時候 你看 那些在基督耶穌裡面就不定罪的 以前成長過程當中 有很多你感覺是不是 我數學不好 他用皮帶抽我啊 什麼等等的 都是為了我好 現在才明白 但是你不能夠一直活在 那樣的一個光景裡面 你就算為了他好用打的 你的孩子不會更好的 我們教會有些孩子 那個彈鋼琴我覺得彈得不錯 但是那個媽媽每次 手一擺 她就彈得很緊張 那個踢球本來踢得很好的 但是好像爸爸 好像那個踢球都要踢進奧林匹克一樣的 都要踢得很正確 踢球嗎 有些時候我們的背景 好像要孩子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做得很很正確 而不是做得很有興趣 而不是真的喜愛 我這段經文給我太大的影響了 如今在耶穌基督裡面就不定罪了 而且可以有一個更高的率 你知道嗎 可以有一個更高的率 你不會懷財不遇的 如果你在基督耶穌裡面 上帝會提升你的 你就算是你做不到老師 上帝叫你當牧師嘛 是不是 賜生命聖靈的率 在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們 使我們脫離 脫離這個字太美了 你能夠脫離 這個紙巾 你一定要掉下來的 你犯罪一定要死的 但是賜生命聖靈的率 在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們 使我們脫離了 脫離罪和死的率了 那就是至寶 那是稱义 那是更認識他 更認識自己 那是得到復活的大能 律法因肉體軟弱 所以我們沒有人能夠行出律法的 有所不能行的 上帝就差遣他的愛子耶穌 做了贖回祭 做了挽回祭 做了挽回祭 做了代替我們 進到那個井裡面 把我們扶持起來 在肉體中定了罪案 所以耶穌是把罪定罪 耶穌是讓我們在定罪當中 不定罪 哇 這個使我們整個生命翻轉過來 你知道嗎 使律法的義 律法的義就是那個標準 那個應該從內心裡面 孝敬父母 這個I love you 各位你不要看 I love you 就發自內心的說 爸爸我真的是愛你 我父親臨終的時候 我們四個兄弟姐妹在那個重症病房 戴著口罩 我父親臨終的最後一句話就是 I love you 我真是好感恩啊 好感謝 律法的義成就 不是說你要孝敬父母 是你外在的 你必須服這個律法 不是那個律法的義是寫在你心裡面 就像聖經所說的 我要使他們有合一的心 也要將心靈放在他裡面 又從他們的肉體中除掉食心 上帝是要把我們的肉心除掉 以至於使我們發自內心的 願意去順服神的律 今天很多人沒有外遇 沒有外遇是因為你沒有條件 你太醜了嘛 誰要你呢 你根本不夠資格 今天你要是有條件的話 你看看你會不會外遇 是不是 有一個老兄 開車半夜 闖紅燈 警察一下子 莫名其妙 從哪摸黑出來 警察就 把他攔下來了 攔下來 他就把車窗搖下來 警察先生就說 老兄 老兄 你知不知道你闖紅燈啊 老兄說知道啊 闖紅燈你還闖 紅燈你還闖 老兄看他還說 我看到紅燈 可是我沒看到你啊 有多少人 我們能夠鑽就鑽 因為 因為沒被看到嘛 是律法的義 成就在我們 這不隨從肉體 乃從聖靈的身上 我真的相信 你領受一個不定罪 你能夠更勝過罪 你領受一個不定罪的恩典 你願意更多的為主而活 你不但是守十一奉獻 你更願你不是說不偷盜 你不偷盜 你不貪財 你不偷盜 但是你雖然外面不偷盜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你很小氣 你不願意給 但是你真的是領受 裡面被神的聖靈充滿 你不但十一奉獻 你非常慷慨 我真的在教會裡面 我看到 我看到有一些人是有錢 但是從來都不奉獻 但是我卻看到有些人很平凡 卻奉獻的很大 而且從來就沒有 因為他奉獻很大 而有所損失的 沒有 我從來沒看過 是律法的義 成就在我們不隨從肉體 只隨從聖靈的身上 你再看一個見證 我很喜歡這個見證 耶穌到了那裡 頭一看對他說 撒開快下來 我今天必住在你家裡 他就急忙下來 歡歡喜喜地接待耶穌 撒開是一個稅利 稅利掌 是很有錢的 但是很抠門很小氣 但那天耶穌住在他家裡 耶穌住在他家裡 眾人看見就私下意念說 耶穌為什麼說住在他家裡面 他進到罪人的家裡去 住宿 撒開的一個反應是什麼 撒開一個反應就是 當救恩進到他家 當基督不定他的罪 因為眾人都定他說 你看你是一個稅利 你是一個罪人 但是耶穌進到罪人的心裡 不但不定他的罪 而且就在他心裡面 來到他的家 一個不定罪的人 才能夠不勝過罪 撒開對耶穌說 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給窮人 耶穌沒有教他這麼做 但是裡面的食心裡面 已經變成肉心了 還接下來說 我如果額詐了誰就還他四倍 四倍是律法交代的 為什麼不是五倍 為什麼不是三倍 四倍是律法規定的 我還他四倍 也就是說 當你領受一個不定罪的恩典 神是會願意讓你行出那個 那個律法的 我們感謝神 我們謝謝主 如果你不信耶穌為你定罪 我們就必須背負自己的罪 一輩子 如果不是耶穌替你承擔 罪的刑罰 我們就要背負自己的刑罰 在基督裡面不定罪 其實有些人會害怕這樣的教導 其實不然 當你相信耶穌基督使你不定罪 這要轉變我們的生命 好像主的靈在哪裡 哪裡就使我們得自由 好像聖經所說的 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 為我們的罪孽壓傷 因他受的刑罰 使我們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傷 使我們得一致 我去年到德國去 看德國那邊的留學生 在那邊學德文很不容易 家裡又是砸鍋賣鐵的 把他們送過去 德國雖然讀書不用學費 但是要讀完 讀完四年的大學 挺不容易的 每一個看起來 這麼的優秀的孩子 有一個孩子 我看他的手 自殘 壓力太大 所以福音多寶貴啊 若不是耶穌為你受當 承擔那個刑罰 你就刑罰自己 若不是耶穌幫你承擔那個鞭傷 有些時候你就鞭傷自己 甚至還鞭傷其他的人 定罪在哪裡 哪裡就不能夠恢復 定罪在哪裡 哪裡就有羞愧 羞愧這個希伯來文 很有意思 是把醫治給關起來 所以當你有羞愧的時候 其實你是不能夠發揮潛力的 當你有羞愧的時候 你是不能夠放鬆的 當你有羞愧的時候 你是不能夠醫治的 當你有羞愧的時候 你是沒有安息的 當你沒有安息的時候 你是沒有能力的 所以耶穌說 如今在耶穌基督裡面 就不定罪了 這個不定罪 讓我們把羞恥感拿掉 羞恥感拿掉 恢復才會起來 所以人家說 這個人生來就瞎眼的 是誰犯的罪 是他父母犯的罪嗎 耶穌說沒有 是要在這個人身上 顯出我的榮耀來 趙牧師剛剛來 我就用趙牧師做點例子 趙牧師很有意思 一點小小的動作 我都感覺很親密的感覺 趙牧師刷牙 一邊刷牙一邊跟我講話 那你 這個是很親密的 一邊刷牙一邊跟我講話 那再講一點 露骨一點好不好 昨天帶我去你們教堂 這邊繞一繞 他先上廁所 上廁所 拉電都還沒拉呢 看到我才把他拉起來 這是不是很親密的人 才會這樣子嗎 是不是很親密的人 才會如此嗎 這讓我感覺是沒有距離的 這讓我感覺是沒有定罪的 那我不是說 每次見到你才拉拉鍊啊 是一些小動作 讓你感覺很relax 很安息 很輕鬆 很舒服 因為當你沒有定罪的時候 你就安息了 當你沒有定罪的時候 你就恢復了 當你沒有定罪的時候 你就得醫治了 我覺得人際關係也是這樣子 有些時候 我們在這個下定會 有些時候 我們的孩子說 媽媽 我錯了 對不起 你原諒就是原諒 你不要再加一個 誰叫你 我是你媽 不用再加一個人 明白在基督耶穌裡面不定罪 罪的詮釋就在我們生命當中 可以被破除 當生命當中沒有被定罪 生命會透過聖靈 像江河涌流一樣 如同沙漠裡面的玫瑰 燦爭 綿烂 綿烂 就算是晚上睡覺 魔鬼有些時候 又把邪惡的思想 意念帶進你的心裡面 你一定要起來宣告 如今 在 耶穌基督裡面 不定罪了 因為刺生命聖靈的律 在基督耶穌裡面 釋放了我們 然後呢 繼續睡覺 那當然我要提醒了 一個得救的基督徒跟一個 以為自己受洗就得救 生命卻完全沒有改變的 你要提醒自己 如果你持續生命沒有改變 跟完全沒有信主以前 一樣的生活 踐踏主的恩典 繼續過一個敗壞的生活 不要把子受洗 卻不明白救恩 不真心悔改來到上帝面前 當作是得救的 這是一個小小的提醒 最後 奔向標杆 奔向得勝 如何得勝 如何勝過罪 如果有些人在某些事情上面 重複的犯罪 多少是同樣的錯誤 一犯再犯 不斷自責 痛下決心改變 始終改不了 這個教授很氣餒 而你最需要的是 來到基督的面前 知道基督承擔你的罪 罪的代價 承擔你罪的判決 而我們在基督裡面 是新造的人 基督 藉著他的恩惠 藉著十字架的救恩 住在我們心中 這會釋放我們心中的捆綁 定罪感 罪就感 是讓人不斷犯罪的同樣的因素 你越有罪就感 你越有定罪感 你會重複的犯罪 那你越有定罪感 你就起不來 吸毒也好 酒飲也好 沉迷色情的網站也好 這種罪就感 罪惡感 會讓人不斷的犯同樣的罪 反覆犯同樣的罪 所以犯罪一定有罪就感 那是一個律 而罪的結果就是死 重點是 你要來到基督面前 你要來到上帝的面前 讚美主 他采拜耶穌基督是因為知道 我們已經犯罪 我們有原罪 我們有本罪 我們還有不信他的罪 上帝采耶穌基督來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那是叫世人因他得救 沒有錯 我們每一個人都犯罪 沒有一個藝人 一個也沒有 但神拆他的兒子來 是為我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當你知道我們的罪法 已經被代替 將我們的羞愧 帶給他 那個醫治 那個健康 那個恢復 就會回來 我鼓勵你 如果可以的話 把這段禁文背下來 第一節 從第七章開始 我真是苦啊 誰能救我脫離這 取死的身體呢 但感謝主 藉著主耶穌基督 就可以脫離了 但是我內心順服神的律 但是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 如今 在耶穌基督裡面 就怎麼樣 不定罪了 因為 賜 生命 聖靈的律 在基督裡 釋放了我 使我脫離 罪和死的律 律法 既因 肉體 軟弱 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猜 他的兒子 成為 罪身的形狀 所以我們每個人 都是在肉身犯罪的 所以耶穌成了罪身的形狀 做了负罪祭 在肉體中定了罪案 使律法的義 成就在我們這 不隨從肉體 只隨從聖靈的身上 所以當我們還活在這肉體當中的時候 你要告訴自己 主啊我要依靠聖靈 你的聖靈幫助我 依靠聖靈 因為依靠肉體的就是死 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跟平安 或是日子 所謂的 預期 感谢观看